高银金融主席潘苏通 高银金融主席潘苏通刚刚被政府公布成为太平纣市 高银近期令人最深刻的 相信是今年5月买入启德商业地皮 最终踏订虧了2500万 成为反送中改变局面的关键 作为高银旗舰兼Office的高银金融中心 在九龙湾启祥道 规模拍得住IFC 入去搭升级都要拍卡 高银里面四间高级食市 居民都是潘苏通本人认可 由食粉面的江南停聚 到高级日赛大长日 记者在lunch time walk in 餐厅说明只可以叫set 刺身那些一定预算设复先有 最贵的法国菜Lepin lunch time看下的stuff就好有空了 一入工人中心就看得出 潘苏通有多迷信 门口有太极人朱铭 加两只狮子 还有最出名的四面佛 中午时间见到佛像四面上载香 居民在潘苏通每日亲自上香 而侧门里面神位 更加有工人清洁 工人旗舰果然是不容易 不过工人的财政问题 一向值得关注 这栋集团旗舰这么久以来被多次抵押 先按给交通银行 再转按给工商银行 去年抵押给长实借了102亿 如果还不到 分分钟整栋大厦送给长实 不过今年四月已经还清 立刻按给德银信托 但金额就少了一半 当年工人打算租给金融公司 不过似乎同预期有些出入 除了电讯营科 布迪斯电梯和Xgrid之外 其他都是税衣、珠布公司等等 而不同层同号的单位租金 由16年的58万 到今年也只租49万 看回工人业绩 18年12月底 现金和银行结余剩6,000多万 长期负责86亿 不过找到工人亚洲做金主 潘苏通继续借 高人投得项目 最新案件都是工商银行承造 除了地产界出名 潘苏通还是马主 他还帮马改名为大印人子 大温才 真是马如其名 最近一次赢马 刚刚在6月中 大鸿徒退役再复出 都赢 难怪他一千万买马都舍得了 近年爆红的潘苏通 在大陆做过司机 负责接送官员 广东出身的他 靠进口零件赚第一桶金 93年创立重日集团 重日MP3 凤魔一时 02年的时候 他借学英皇科技上市 08年再改名为高人地产 发展天津高人天下的大工程